玉璃镇的西瓜园春节期间受到强烈的寒流侵袭影响造成寒害 而花莲县南区县运园中宿镇邀约了花莲农改厂玉西地区农会 在玉璃镇的西瓜园区会合后进行勘灾 玉璃镇的西瓜园春节期间受到强烈寒流侵袭影响造成寒害 玉璃县南区县运园中宿镇邀约花莲农改厂玉西地区农会 在玉璃镇西瓜园会合后进行勘灾 第一个时效上他们现在已经受伤了要补苗 可是补苗他又要加上他很多的成本 那你又很慢来看他们 所以你再马上来看他 马上拿到我们的他们的实际上的证据 真的需要补助 让我们的民众可以在我们的重灾上 能够减低他们的成本 能够让他们的受损率减低最多 这才是我们要帮助他们的地方 所以请我们的县政府也好 我们的地方政府也好 赶快来对他们的现在实际上 赶快来拍照 来看他们的受损率 来评估他们如何来对他们做一些补助 现场勘察可见西瓜植株迎封面 叶圆萎缩 部分植株有叶圆以及顶牙胶固等症状 花莲农区改良场表示 现场辅导农民可以使用海藻精 氨基酸 高磷甲肥料等资材 增加西瓜植株耐逆境的能力 并且也提醒应该要注意后续病害防治 以让瓜苗恢复正常的生长 想说农民这次本来说 县武在下个礼拜才要 想说这个植物的关系 生长在一个礼拜的话 可能再又可能会 时效性可能会比较久一点 所以说我们希望说政府 能个马上走马上来过来 看情形看是怎样来决定 他这个以后的 以后这个承报上去的 会有一个落差 县政府也提醒 含害对于农作物有迟发性的影响 农友如有发现农作生长异常 请务必主动向当地工作来通报 华林县政府将邀及相关单位 以救助查报程序尽速办理 以维护农友权益 记者高双双与李健采访报道